是法里面你不动心了 然后佛法里头也不动心了 不为他法门所动 是出是法里头都不动心了 不动摇了 一心一意 虚言则了这个法门 一生再也不改了 我就这个法门说到底 就这个法门呢 就圆满成就了 所以这是根本的根本 如果是法佛法 你接触来还会动摇 那你就难了 你自己必定要有高度的警觉 是法里面动摇 你就不能处留到轮回 佛法里面的动摇呢 你就决定不能一门胜输 那换一句话说 事法里头啊 这个境界风筝 动摇了你的心 你六道生思轮回 还得继续受 佛法里面的法门 你还会被他动摇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功夫成片 你决定得不到 自己要多想想啊 多多的反省啊 修佛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不能成就 你的根本动摇了 说明什么呢 你没有信心 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定功 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 对法门 对法门没有信心 对老师没有信心 所以你的心是浮的 浮动 时时都在动 你怎么会有成就啊 你看看 地坚服 就把这个总的原则 这个成败关键 原理原则 告诉你了 第一次 你不是 你不是 谢谢观看